那是玩到 半年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追求永恒的价值 活出你所喜悦的人生 今天我们一起思考 值得你付出生命去追求的 到底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这句话提醒我们 追求世俗的一切 最终无法挽救我们的生命 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 真正该追求的呢 财富 地位 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 但财富会消失 地位也会变动 即使我们获得世上一切尊荣富贵 世界千变万化 意外和明天 也不知谁先来 人把握不住自己 更把握不住钱财 人如果偏爱世界 就想赚得全世界 我相信 我们不是想要全世界 只是想要多一点点 再多一点点 这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追求中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被世界占有 心里面就没有了主的位置 忽略了与神的关系 在这样的状况下 得不到神的祝福 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算得到世上的成功 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首富们 就知道他们也是在忧愁和焦虑中 世界上的追求 无法填满心灵的空虚 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和灵魂的归属 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 世上的成功再多 也不能挽救我们的生命 灵魂才是永恒的 这提醒我们 要把焦点放在永恒的实物上 把爱我们的主弄丢了 就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亲爱的家人 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有人认为 爱主的同时 世界也可以不放弃 但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认识到世界 是我在那恶者的手中 人若爱父又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人不能侍奉主 又侍奉马门 人贪爱什么 世界的王就会用什么 来吸引他离开基督 偏离神的党 离开神 人的私欲欲望 是无止尽的 就像地狱的口 是张开专门吞吃淫乱的 污秽的 又贪心的 就是败偶像的 他们都是与神的国无分的 我们一定要认清前面的方向 天堂 地狱是如此的真实 生命何去何从 是走向毁灭 还是奔向永生 由自己来斟酌 神应许我们 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需要的一切都将加给我们 我想简单地讲 就是服侍神 按照神的心意 行出神的旨意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这段经文 提醒我生命真正的意义 主啊 我常常为肉体去安排 去追求而忙碌 请你帮助我 重新把焦点放在你身上吧 让我可以体贴你 思想你 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不再追求世界的繁华 愿意弃绝肉体的享受 放下对短暂成就的执着 寻求你所赐的永恒价值 主啊 我承认自己这旧造的生命 是有限的 生命的本相就是愿意贪恋世界 会被世界的用户吸引 但今天 我愿意把自己交在创造天地万物 赐福无限的神手中 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 背起十字架 除掉自己的旧造 相信只有神的救赎恩典 才能为生命带来祝福 求你赐我顺服的心 让我愿意依靠你 不迷失方向 不再牺牲主的利益 只顾自己的得失 而是认识到 让追求肉体的 都是与十字架为敌的 愿你的圣灵带领我 帮助我活出 你所喜悦的人生吧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超越终能力 超越终望 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地 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成的 超越过众人的智慧和道路 是你创造一种和万物 超越终望过 超越全世 超越世人理解的奇妙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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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世上的精英和财富 没什么必要你更付足 定是家 被骂是动力 牺牲自己 孤独地被抛弃 孤独地被抛弃 像玫瑰 被践踏在地 降低自己 因你爱我 超越一切 超越终能力 超越终望 超越终望 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地 一切被造地 一切被造地 超越过众人的智慧和道路 一切被造地 是你创造一舟和万物 超越终望过 超越全世 超越全世 超越是人力竭的奇妙之事 超越是爱上的亲密和天赋 没什么必要你更富足 冰是家 北白是动力 牺牲自己 孤独地被抛弃 像玫瑰 像玫瑰被践踏在地 降低自己 因你爱我 超越一切 冰是家 北白是动力 牺牲自己 孤独地被抛弃 像玫瑰 像玫瑰被践踏在地 降低自己 因你爱我 超越一切 像玫瑰 被践踏在地 你 降低自己 因你爱我 超越一切 超越一切 祷告是与神的对话 是内心的渴望 软弱的交托 信心的行动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祷告吧